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我是张战,也是今天要介绍的书的中文译者 今天介绍的书是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 韩森教授的《丝绸之路新史》 和许多拿《丝绸之路》作为题目的书不同 这本书不是泛泛地讲点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故事 它关注的是丝绸之路本身 作者利用考古和古文献研究的成果 还原了《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面貌 从政治生态、宗教信仰 到经济商贸和文化交流应有尽有 一说丝绸之路 人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长长的驼队 丝绸、香料 还有深目高笔卷发碧眼的异国商人 伴着悠扬的驼铃声在沙漠中缓缓前行 这暗示着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 靠的是民间的和平的商贸 伴随着商贸流通 各种思想文化也得以交融 但这一美好的想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其实 在十一世纪 也就是北宋之前 丝绸之路的繁荣来自争霸中亚的各方政治势力 尤其是中原王朝在西域的驻军 作活了当地的商品经济 这条道路上 大宗物资的长距离贸易并非主流 而且贸易商队也受到政府严格的管制 并非来具自由 后来 随着政治热情的衰退 各方势力纷纷退出中亚 这条道路也就被废弃遗忘了 直到近代 西方探险家和学者来到中国 通过出土的文物和各类文书 重有发现了它 丝绸之路这个概念 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 李希霍芬发明的 1868年 他受德国委托来中国做调查 探索建设一条铁路 连接山东和德国本土的可能性 并为此绘制了一套五卷本的地图集 他在这部地图集中标出了一条 横管欧亚大陆的直线 并管以丝绸之路之名 这是丝绸之路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 之所以取名叫丝绸之路 是为了给构想中的铁路寻找历史依据 古罗马的妇女特别喜欢丝绸 大量从国外进口 在罗马人眼中 丝绸是长在树上 被人用梳子梳下来的 那个产丝的国度也被他们称作赛里斯 也就是丝 这个赛里斯就是中国 于是李希霍芬画了这么一条笔直的线 把长安和罗马连了起来 但这时的丝绸之路 只是地图集上的一个注解 真正完善了这个概念的 是李希霍芬的学生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非常喜欢探险 30岁不到就进入了新疆探查 他每次探险之后 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发表 在欧洲极受欢迎 其中一本书的题目就叫《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也就此广为人知 也有了明确的时空界限 在时间上 丝绸之路不再局限于两汉罗马时代 而是延伸到唐代甚至更晚的时候 在空间上 丝绸之路则大为缩短 仅仅局限于新疆和中亚这块地方 经过后来学者们的努力 人们对《丝绸之路》的具体情况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这条路从今天的西安出发 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 从敦煌再出发有两条路 一条向西南 沿塔克拉玛根沙漠南辕 经过河田到达喀什 另一条则沿着沙漠北辕 经图路翻库车到达喀什 两条路线都汇聚到喀什 此后丝绸之路继续向西进入中亚 这时他经过了中亚最重要的两座城市 萨姆尔汗和布哈拉 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至于再往西的地区就属于伊朗了 不在韩森这本书的讨文范围之内 韩森的这本书选取了 丝绸之路上七个重要遗址 分别是楼兰 秋辞 高昌 萨姆尔汗 长安 敦煌 还有榆田 大致按照思路的盛衰演变 还原了这条道路真实的历史图景 下面容我一一到来 楼兰是丝绸之路上最神秘的遗址 黄金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说的就是这里 它位于今天新疆的东部 罗布泊的西边 如今已是一片废墟 但从三国开始 这里曾是西域长师府的驻地 是中原王朝控制西域的最高机构 不过到了公元四世纪 楼兰人间蒸发 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1900年 一把铲子才让传说中的楼兰现了原形 这年三月 斯文贺定沿着沙漠北边的孔雀河考察时 发现一把铲子望在前一天的营地了 他不得已让助手回去找铲子 没想到助手偶然发现了一个遗址 还带回了几件精美的木雕 斯文贺定立即返回去发掘 在那里找到了很多西晋时期的汉文文书 其中出现了楼兰二字 消失已久的楼兰因此重见天日 那么这个楼兰在消失之前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的楼兰在政治上被中国内地政权控制 经济上也依赖内地政府供给 在西域长师关押遗址的墙壁中 发现了一些信件 这些信件是李柏写的 李柏是东晋十六国时期 钱梁政权派往西域的长官 这个钱梁存在于公元四世纪中叶 定都在今天的甘肃五威 由此可见 当时的楼兰依然被远在千里之外的内地政权控制 另外 楼兰遗址的汉文文书则记载了 驻守在楼兰的军队的生活 中约王朝从汉代开始在西域屯田束手 军队驻扎在西域 自抵种地生产粮食 类似今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书显示 楼兰的军队种大麦小麦和小米 使用牛马 还雇佣当地人耕地 政府规定每名士兵每天领一斗两生骨子 但军队屯田所得并不足以支付这么多骨子 当地官员便用从敦煌或者梁州 波发下来的军饷从当地人手中够粮 因为丝绸相对来说重量轻价值高 运输成本低 因此军饷大多是以捐驳的形式发放 当时捐驳曾用作通货 士兵领了军饷便在当地购买粮食和衣服消费 给当地经济注入活力 直到唐朝 这都是西域经济的主要模式 与人们异想出来的民间自发的商贸不同 西域经济的发达 靠的反而是中央政府的资金输入和供给 到了四世纪的中后期 沙漠化家具不得不放弃楼兰 楼兰城所在的斯鲁南道 也不负往日的繁荣 人们转而取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渊 这一地区最重要的绿洲 就是第二个要介绍的历史遗迹 佛教昌盛的秋辞 秋辞两个字的念法有点特殊 第一个字是乌龟的龟 第二个字是滋味的滋的右半边 秋辞就是今天新疆的库车县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渊的中间 是斯鲁北道最繁荣的地区 是佛教进入中国的门户 这里最有名的人物是纠摩罗什 他年轻时周游印度 学成后回到故乡 年纪轻轻就成了高僧 后来中原王朝控制了秋辞 纠摩罗什作为无价之宝 被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辗转请来长安 虽然有些胁迫的意思 但旧摩罗什在长安度过了最后的12年 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大量佛经 包括最著名的《金刚经》 《法华经》《维摩结经》 由于他的一本通俗易懂 广受信徒喜爱 一直沿用至今 旧摩罗什之外 秋辞还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彩绘石窟群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克兹尔天佛洞 这些石窟大多采取忠心住窟的样式 也就是洞窟中央是一个大石柱 信徒进入洞窟绕住一周 观赏洞窟壁上的绘画 画中的内容是佛陀前世今生的故事 一般都是佛陀怀着极大的慈悲精神 舍己为人的情节 当时德国探险家乐科克来到这里 毫不客气将大块壁画缠走 拿去装点德国的博物馆 说留在当地容易被破坏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德国人从新疆缠走的壁画中 最精美的那几幅都在二战空袭中被炸毁了 既然秋辞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门户 那么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丝绸之路上 人们可以自由通行来去自如呢 破坏你想象的东西又要来了 在丝绸之路上来往的人 不管是僧人还是商队 都受到政府严格的管控 就拿商人为例 只要行走在丝绸之路上 就要有官府发给商队的通行证 这个通行证叫做过锁 经过的过 哨锁的锁 经过边防哨卡的时候要交上过锁 换得新过锁才能前往下一关卡 商队只能按照指定路线行动 这是古代国家控制领土范围内 人口流动的一种手段 在秋辞的一个哨卡里 法国汉学家薄熙和就发现了留下来的130多件过锁 这批过锁是秋辞国末期的遗物 每件都遵循固定的格式 写明颁发机关负责人的姓名 接收机关负责人的姓名地址问候语 过锁持有人的姓名 接下来再写明商队的构成 男性 女性 奴隶 马匹 以及其他牲口的数量 如果人马的数量和过锁上的对不上 就不予通过 可以看出当时丝绸之路上 政府管控的严格程度 不过想要全面更好地了解 当时西域人的生活状态 楼兰和秋辞的例子还显得比较单薄 接下来就介绍一下 思路上最有故事的地方高昌 也就是今天的图鲁番 提到高昌 就不得不说说唐僧取经的故事 公元629年 唐僧玄藏从瓜州 也就是今天敦煌附近偷渡出境 经历了整个旅行中最艰险的一段 他本来雇了一个苏特老翁带路 但是老人家看行星不对 走了一截就打了退堂鼓 只把自己的老马留给了玄藏 玄藏没辙 只得一个人在沙漠中前行 中途一不小心没拿稳水囊 还把水全洒了 后来靠苏特老翁留下的老马 找到水源才捡回一条命 当玄藏到达高昌之后 他的遭遇发生了180度的巨大转变 当时高昌的国王屈文泰 听说玄藏要来 夜里打着火把出来迎接 第二天一早 玄藏还没起床 国王就在门口等着 要第一个聆听 当时才27,8岁的玄藏大师的教诲 国王太爱大师 甚至要把大师永久留在高昌 玄藏只得绝食抗议 最后双方妥协 国王跟大师拜了把兄弟 大师再讲一个月的课 并且答应学成回国时 取得高昌再授课三年 国王这才答应 还给大师准备了礼物和盘缠 这盘缠可不得了 金银绸缎足够玄藏游历20年 还配给他25名随从30匹马 还要给沿路各国国王 以及西突厥可汗的介绍信 有了大金主的支持 玄藏之后的西游之路总算一片坦途了 不想公元643年 玄藏从印度回国时 西游的情势已经大变 三年前 唐太宗李世民的军队 攻灭了高昌政权 高昌改名为西州 从此并入唐朝的行政体系 成为唐朝版图内最西的一个州 高昌灭国 屈文泰身死 当年的诺言已经无法实现 2016年 考古学家在图鲁番发现一份 《大唐西渔记》的残片 年代比所有现存的版本都早 据学者推测 这是玄藏在成书之后不久 赠送给身在洛阳的屈文泰之子屈智战 并由他带回高昌故地的 这也算玄藏对于老国王的一种报答吧 今天我们能对高昌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极为干燥 而且有一种特殊的藏俗 当地人会用废纸 做成纸衣服纸鞋给死者穿上下葬 后来考古学家大规模发掘 图鲁番的阿斯塔纳和哈拉合卓两座墓藏群 出土了大量的这种纸衣服纸鞋 对当地人来说这是废纸 对历史学家来说这可是宝贝 因为这些纸原本都是政府废弃的公文 各家的户口本 契约 信件 药方 学生作业等五花八门的文书 这是真正的第一手史料 这可比后人编撰的正式可靠多了 学者们细心地把叠好的纸鞋展开 古代图鲁番人的日常生活就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首先 中原内地的制度在西域实行 这个情况只出现在高昌 在高昌以西的地方 唐朝只驻军 而不派官员处理当地民政 而唐朝在攻下高昌之后把这里改名叫西州 完全推行中原内地的周线制度 唐朝政府规定 每个家庭都可以从国家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 其中一部分要在户主去世后还给国家 余下的则可以传给后代 西州一建立 政府便为每个家庭制作户籍 列出每个家庭的人口和分道的土地 这样的户籍每三年更新一次 作废的救护籍就卖作废纸 成了死人的衣服 反而得以保存 其次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规模较小 有很多苏特人参与其中 这一点在高昌发现的文书上特别明显 苏特人的故乡在中亚 那里散布着苏特人的城邦国家 比如布哈拉的安国 撒马尔汗的康国 塔什干的石国等等 苏特人来到中国就入乡随俗取中国名字 并以国为姓 因此中国史书有时把苏特人称作朝五九姓 中国历史上有些名人其实有苏特人的血统 比如安禄山 史思明 再比如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堂 因为苏特人的姓名很有特点 所以在文书上可以很容易辨认出哪些人是苏特人 吐鲁番出土了一组由十张斜样组成的文书 上面记载了当地人的交易状况 买家卖家一共有48人 其中41个人是苏特人 可以看出苏特人在思路商榜中的优势地位 交易的商品主要是金银、丝绸和香料 交易额普遍比较小 黄金不过半斤 银子最多八斤 最大的交易额不过八百斤 几头牲口就能拖走 此外,抑郁商人为高昌带来了一些佛教之外的宗教 其中最典型的有摩尼教和基督教 摩尼教发源于公元三世纪伊朗萨山帝国之下的伊拉克 创始人叫摩尼 这种宗教的核心是一种非常古怪的基督教异端 其中还揉入了伊朗宗教的二元论学说 认为世界有光明与黑暗两个本源 这两个本源本来相安无事 后来黑暗入侵光明 两个本源开始混合并且斗争 这就有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摩尼教信徒的宗教目的 就是要帮助光明把入侵的黑暗全部排出 使得光明跟黑暗再次分离 摩尼教还吸收了佛教的僧团制度 把信徒分为出家人和在家人 分别称作听者和选民 听者负责供养选民 选民则一心提炼光明因子跟黑暗作斗争 根据摩尼教教义 瓜里面的光明因子最多 因此选民要专注吃瓜 听者则专注供瓜 摩尼教简直可以说是吃瓜教 难怪在图鲁番搞得那么红火 德国人在图鲁番找到了一些描绘 摩尼教宗教仪式的彩色插图 图中就画了很多盛满了瓜的果盘 当然摩尼教在图鲁番并非一家独大 高昌也有基督教出现 这些基督教属于基督教东方教会 也就是唐朝所说的警教 东方教会的教义认为 耶稣基督有两性 神性和人性 进而认为圣母玛利亚 是作为人的耶稣的母亲 而不是作为神的基督的母亲 这个教会根据地在今天的伊拉克 礼拜时使用叙利亚语 因此在图鲁番出土了不少叙利亚语的文书 不过这里出土更多的 是用叙利亚字母书写的苏特语文书 表明这里的信徒大多是苏特人 作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业民族 苏特人已经在刚才的故事中多次出现 不过要讲好苏特人的故事 还是要从他们的老家萨摩尔汗说起 来见识一下这个思路上最活跃的商业民族 还有他们信奉的古老宗教仙教 萨摩尔汗离中国有多远呢 当年玄奘离开高昌 之后他路径秋辞 从那里翻越天山进入草原 一路向西到达热海 也就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赛克湖 伊赛克就是突厥与热的意思 这个湖湖地有温泉 常年不上洞因此得名 玄奘在热海西面不远的岁叶城 见到了草原地区的主人西突厥可汗 从那里他继续西行进入了苏特地区 这个地区位于中亚最重要的两条河 西尔河与阿姆河之间 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苏特地区没有大一统的政权 只有兴罗齐部的很多城邦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城邦国家 是位于萨摩尔汗的康国 和位于布哈拉的安国 这两个城市相当于中亚的长安和洛阳 玄奘来到这里 记录了他对苏特人的印象 多行诡诈 父子纪律 老子和儿子还要算计 这很符合唐朝人对于苏特人的刻板印象 也说明苏特人善于经商逐利 史书上记载 苏特人生了儿子 会给他嘴里喂蜜 手上放胶 希望他长大了 能甜言蜜语 手上年前 还说苏特人长到20岁 就离家去做生意 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 他们都会去 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苏特人穿行中亚 构建商业网络远远早于唐代 1907年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 探访敦煌外围的古代长城风碎时 找到了一个废弃的邮包 里面有八封苏特语书信 这些信件被称作苏特古信扎 其中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历史信息 反映了苏特人在丝绸之路上建立的商业网络 苏特古信扎中的第一号和第三号的发行人 是一位叫做米娜的苏特女子 第一号信扎是写给米娜的母亲的 米娜说自己想离开敦煌 可丈夫不在身边 这边其他的苏特亲戚也没人愿意帮忙 倒是有个祭司说愿意出骆驼 出人送自己上路也不知道会不会兑现 第三号的收集人是米娜的丈夫 这封信可就没那么和颜悦色了 米夫人上来就说 我现在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困在敦煌三年 有一次两次甚至五次的机会离开敦煌都没走成 我求这个也不行 求那个也不行 不能带我去丈夫那 带我回我妈那也行啊 也不行 我按你说的来了敦煌 没听我妈和我兄弟的 结果这样 我听你的话那天肯定惹了老天爷了 我真是嫁猪嫁狗也比嫁你强 我感觉最后这一句穿越了千年 在今天听起来依然非常亲切熟悉 在三号信扎的末尾 还附了一封米娜的女儿写给爸爸的短信 让他爹寄来二十两银子来接寄米娜母女 反正他也不差这二十两 米娜母女为什么这么着急要离开敦煌呢 这还要从第二号信扎中透露的历史信息中找答案 二号信扎寄自金城 也就是今天的兰州 寄往中亚的萨摩尔汗 信中提到了有关中国内地的消息 信中说 最后的皇帝因为饥荒逃离了洛阳 大火烧了宫殿和城池 洛阳和叶城已不复存在 又收到入侵的匈奴人 他们昨天还是皇帝的奴仆 不知道余下的中国人能否把他们赶出长安 还是他们会长期占领中国 根据这些信息 历史学家们推断 这些信件写于四世纪早期 信中记录的洛阳大火 指的是西晋末年的永家之乱 当时正值五湖乱华 匈奴人在今山西北部建立了前兆王朝 趁着西晋内乱攻入洛阳烧杀抢掠 西晋由此灭亡 开启了之后长达两百多年的分裂割剧时代 信中还提到洛阳的苏特人和印度人都饿死了 这与中国史书上记载的洛阳人吃人的大饥荒完全相符 这几封信可以说是时代洪流之下 普通人命运的一个生动写照 除了这些时代大背景的信息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 早在唐朝之前三百多年 苏特人就已经深入到中国内地经商 即使在动荡的年代 苏特人还在依靠自己的商业网络 孜孜不倦地做生意 这批信件最终也没能寄到收件人的手中 那对母女的命运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苏特人孜孜不倦的经营 确实让苏特本土变得十分繁华 在今天的萨玛尔韩社交 有个遗址叫阿弗拉西亚普 这座遗址是当年一个苏特贵族的大房间 房间四壁绘满了壁画 有两米多高 壁画绘制时 萨玛尔韩的国王叫福忽曼 此人曾被唐高宗封为 康居都督府都督 并在唐使中出现 虽然从唐朝看来 苏特是个远方的蛮夷小国 在这间房子的四壁上 萨玛尔韩却被描绘成了世界的中心 中国人 高丽人 以及临近其他小国的使者 一共42人 排着队 毕恭毕敬地来给萨玛尔韩国王进贡 中国人奉上的是残检和丝线 印证了中亚与内地之间 丝绸贸易的畅通 另外 在萨玛尔韩东边60公里 在今天塔吉克斯坦境内 有一片更大的遗址 叫片治肯特 这是一座公元6到80级的小城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市场 商店 客栈 还有数以千计的铜钱 说明当年这里的贸易 曾相当繁荣 繁华的商业区从不缺宗教 这里也出土了不少宗教遗迹 苏特人大多信仰仙教 他与之前的摩尼教和景教 并称中古三一教 是汉唐时期除佛教之外 由思路传入中国的重要宗教 不过后来 这三个宗教未能在中国发言光大 甚至成了政府禁决的对象 仙教的仙字 是四字旁加一个天空的天 发音是天神二字的和音 这是古代中国人为这种伊朗传统宗教 特意发明的一个字 可不要念成棉袄的奥 也不要念成卧土的卧 仙教又称拜火教 因为信徒们会在常年不灭的火坛旁 进行宗教活动 因此外人认为他们在崇拜火 其实仙教徒们并不拜火 仙教也是一个二元论的宗教 他们认为世界有善恶两个本源 分别代表光明与黑暗 洁净与污秽等等对立的概念 善恶两个本源总处在争斗当中 仙教徒要帮助善的本源阿霍拉马兹达 与恶的本源安格拉曼妞作战 他们认为生命 火 水 土地 都是洁净的 尸体则是污秽的 因此仙教徒死后不能火葬 水葬或者土葬 因为这样会污染火 水和土地 唯一的办法是让秃鹫或者狗 把死者的尸体吃掉 再把骨头收集起来放到一个桃罐中安葬 这种放骨头的大桃罐 被称作纳谷器 是最具标志性的仙教遗存 这种奇特的藏俗 在今天的伊朗和印度的 古吉拉特半岛的仙教徒当中 还在延续 他们处理尸体的地方叫寂静之塔 已经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 不过只能在外面看看 不能进去 在偏执肯特 人们会用泥砖建造一个小小的方形建筑 用来存放家族成员的纳谷器 这是中亚特有的 说完了苏特人的萨摩尔罕 正好可以聊聊丝绸之路命运的转折 就在苏特人享受着他们的商业成功时 改变丝绸之路基本面貌的力量 首先在萨摩尔罕西边出现了 公元七世纪初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西部兴起 把周边众多阿拉伯人整合起来 在短短几十年内 就征服了中东北非的大片地区 八世纪初 阿拉伯名将曲底波领军来到中亚 萨摩尔罕布哈拉所在的苏特地区 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征服 此后的两百多年中 中亚的苏特人逐步皈依了伊斯兰教 改变了自己的语言和习俗 丧失了苏特人的身份认同 苏特人作为一个民族 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中亚地区一步一步发生改变的时候 在丝绸之路的东部 动荡起来得十分突然 而且更有决定意义 唐朝的势力几乎是在一瞬间 就彻底退出了中亚 天保十四载十一月 也就是公元七百五十五年的年底 鱼羊皮股动地来 安史之乱爆发 唐朝在中亚的军队只得回京秦王 八年之后 安史之乱虽然平息 唐朝却从此一蹶不振 再无能力控制西域 丝绸之路失去了最大的金主 从此走上了衰落 好 丝绸之路新史的上半部分就讲到这里 我介绍了丝绸之路这个名称的由来 探访了神秘的楼兰 佛教昌盛的秋辞 第一个礼于了玄奘法师的高昌 还有商业民族苏特人的故乡萨曼韩 这四个思路重镇 这些地方留下的资料显示 是中原王朝的驻军 为这一地区注入了商贸的活力 这个活跃的商业网络 不仅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 而且贸易也是以零散小规模的交易为主 在这个商业网络上 苏特商人表现得最为活跃 佛教 模拟教 景教 还有仙教 伴随着商业人口的流动 得以在思路上传播 在下集中 我会继续介绍丝绸之路上的 另外三个据点 它们是长安 敦煌 还有榆田 以及丝绸之路历史的终结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